好 我們來看幾個各位可能在生活上面 其實現在就可以用得到的3D 第一個就是什麼? BIO Digital Human 這個是什麼? 線上的3D人體互動 以後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你去看 有沒有看過商科的 有沒有 比如說腳踝扭傷 還是手脫臼 然後那個不管中醫系都會有一個人 平面然後就被畫哪裡受傷 有沒有 以後不用這樣子了 以後就怎樣 他會告訴你 你是哪裡受傷 就把你標示在那裡 這個是互動的 你看到後面那個影片 有沒有發現這個人像這樣 而且是直接 你可以直接互動 這樣你就可以比較了解什麼 到底是哪裡受傷 你是裡面受傷 還是外面受傷 心理受傷是看不出來 好 給各位看一下 好 那有沒有看到了 當然是你一定會告訴我一件事情 嚴厲跨國 對吧 怎麼辦 反正你會這個嘛 你不是會翻譯嗎 這樣會的嘛齁 等一下 不用看教學 來這邊 來這邊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 你就要翻譯一下嘛 不小心都看懂了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打開 那他現在這個是有顯示出來的 如果你只想要看 像我們這個心血管我先關掉 肌肉我先關掉 這樣有沒有看到你了 看到你自己了對不對 這樣你就知道了 這樣不了解嗎 你看 這樣看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而且你不小心 你看我點到哪裡 點到哪邊 有沒有 右手邊他會告訴你這是 什麼內容 還有什麼 常見的疾病 像我們這邊是滅骨嘛 左邊的內骨 這是他左邊的內骨 有沒有 這樣了解吧 所以以後呢 他就會有一個圖釘 醫生會告訴你 就釘在這裡 你是這裡受傷 然後會把你病例寫在上面 OK啦齁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那另外呢 還有沒有別的 有 這一個 以前這個是Google的 所以他叫Google body 因為Google也有在做什麼 人體 而且他上面不只只有人 以前他有牛啊 羊啊 你可能會覺得奇怪對不對 為什麼要有牛羊 只是我們這邊畜牧業不發達嘛 但是你如果去 現在不是很流行 去澳洲打工嘛 所以如果你要去那裡打工 萬一你是去牧場工作 要不要認識一下牛羊的身體結構 要 那這裡也是一樣 你看 有穿衣服的 對不對 好 這樣就是沒有穿衣服的 對吧 那你就可以去很清楚的 這些互動 而且這些都是什麼 都是即時的 最重要的是這些都是即時的 你不用說我要做怎麼樣的事情 好 你看我們這邊心臟對不對 在這裡 有沒有 欸 底夾 這樣是不是就看得比較清楚 這個是給各位大家看一下 其實這類的 現在還滿多的 那現在還有一些什麼 博物館 比如說像我們故宮啊 欸 也有喔 也有類似的喔 像這裡也有 有沒有 這邊 你現在的博物館也不用怎麼樣 你一定要現場去看 你在這邊搞不好可以看得仔細一點 你要看多久都可以 好 你看這邊我先play一下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們生活裡面 事實上3D現在已經進到大家的裡面 只是也許你平常比較常聽到的 也許就只有什麼 3D加上列印 對不對 各位在台北應該常聽到3D列印吧 有很多創客的啊 但是不是只能列印而已 你在螢幕上 在我們的VR上 這些都需要3D 所以你知道嗎 玩3D最怕一件事情 沒有模型 沒有模型你要玩什麼3D我就不懂了 對不對 所以各位很幸運 我們現在網路上一堆免費的模型 一堆免費的模型 等一下我玩了那個軟體之後 你就會發現原來3D可以這麼好玩 可以這麼好玩 那另外還有哪裡有 有沒有看過哆啦A夢 沒有看過的應該不算台灣的孩子吧 可能是來自國外的 這個哆啦A夢也是一樣耶 你哆啦A夢舊人把他們家變成3D的 有沒有都規劃好了 一樓二樓 然後呢這樣有沒有變3D的 甚至呢你進去他的網站裡面 還可以用互動的喔 你可以自己在那邊走來走去的喔 你就可以看看裡面有沒有 你看到的這個哆啦A夢 大雄他們家的場景 連廁所都跑出來了有沒有 OK啦 那下面他有那個互動的 連到他網站 你有興趣再去看一下 好那另外呢這邊還有幾個 像這裡 好這個也是喔 一樣的喔 這個也是反骨的 這個名畫應該有看過吧 這個呢一樣可以變成互動的 而且他這個互動可以在哪裡 可以直接在這邊 你看吧 好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在裡面就直接互動起來了 這樣也算VR嘛 雖然沒有戴眼鏡 對不對 一樣的概念 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們的Swift Home 3D 到最後也可以變成HTML的版本 也可以類似做到像這樣子 好也可以做到像這樣 所以如果說你剛好這個需求 也是一個方法 這樣有沒有發現 有好多地方都有了 其實還有一個地方 各位最常用自在哪你知道嗎 Google地圖 Google地圖有沒有看過101的 有沒有看過總統府的 也有3D啊 所以這些也是需要模型對不對 好的OK 那你看過了這麼多 我們真的還是自己來做一做 試看看吧